晶圆代工再创纪录 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大关 先言索消息 在IC领域存在着三种经营模式 IDM Vibus和Founder模式 曾经最具市场号召力和受关注程度的IDM模式 随着半导体芯片垂直化 集圆化的加剧 成本和运营压力额不断攀升 全球范围内几乎很少坚持IDM道路的经营模式了 反而是专注于单项领域的设计或代加工模式 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 市场研究机构IC Insects最新数据显示 涉益于5G智能手机处理器 网络和数据中心处理器等应路的推动 今年代工市场有望实现创纪录的23%增长 达到1072亿美元 预计今年的代工总销售额 将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大关 并继续以强劲的11.6%的同比速度增长 到2025年总代工销售额 预计将达到1512亿美元